才知道 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很多人在坐车的时候 都会通过玩手机或者是读书 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但是对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 晕车患者来说 在车上玩手机或者是读书 实在是太容易晕车了 那么人为什么会晕车呢 每个人的耳朵里面 都有一个叫前停的结构 它可以感知我们身体的运动状态 帮助我们维持身体的平衡 在我们坐车的时候 车辆每一次启动 停下还有转向 都会被耳朵里面的前停感知到 但是在同一时间 眼睛看到的往往是一个静止的画面 这样大脑从两个感受器官 就接收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信号 这会让大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在没有汽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的年代 能够让大脑产生这种幻觉的 往往是食物当中的神经毒素 所以大脑的第一反应 就是让身体通过呕吐 把胃里面的食物排空 以此来避免毒素进一步伤害身体 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历程 这样的一个反射过程 已经深深地刻在人类基因里了 而从汽车出现到现在 也只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远远不足以改变 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反射 当然我们对晕车也并不是束手无策 在坐车的时候 看着窗外移动的景物 可以让眼睛和耳朵 感知的运动信号保持匹配 很多晕车的人也会发现 坐在视野比较开阔的副驾驶座位上 可以有效地缓解晕车的症状 同时有一些含有冬浪荡检等成分的药物 也可以抑制植物神经兴奋性 缓解呕吐这些不良反应 所以 晕车的朋友在出门的时候 别忘了把这些药物背在身边 微信关注柴之道 总比别人先知道 观看 观看 观看